可是心定不下来,吃药也不好,心一急就想自杀,该怎么办? 请师父慈悲开示,那我就劝你,决定不可以自杀。 自杀之后麻烦可就大了,所以诸位要晓得,这个自杀是罪业,不是解脱。 如果自杀可以解脱,释迦牟尼佛会不会出事,搞这么大的麻烦,怎么自杀就完了?问题不就解决了吗? 不能解决。 你看我们常常听世间许多人说,自杀再轮回投胎要找替身呢。 你说多麻烦呢?你找不到替身,你想投胎轮回都没法子,而且自杀会非常痛苦。 他在中阴,每一个一段时间,他自杀的现象要重复也一次。 自杀死了之后的神识,常常不断地在那里自己表演自杀。 你说这个东西多痛苦啊。 我们要晓得这个四十真相,自己感觉的人生很苦,那这是夜暴。 种种不善业造成,只要懂得断意且悟,修意且善。 你要不知道怎么修,了凡思训非常好。 多念几遍,我常常劝初学的同学,一开端就把了凡思训念三百遍。 一天念一遍呢,足足念它一年,你的印象深刻了。 你才真正能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。 你就会知道怎样改变你的命运。 印光大使一生提倡这本书,他的用意何在? 我们要多想想吧。 挽救现在的捷运,这是一部最好的指导。 他的说理、说思都不很深。 我们一般人都能够懂,都能够体会。 所说的一些方法,实际上我们在生活, 除世带人介乌,也都能做得到。 他是极,事处是今,圣教的精华。 里面举的例子,尤其是多。 我们应当好好地学习。 你说,生病念佛很精进,可是心定不下来, 这就不是精进。 精进,心一定是精进的。 这个吃药并不会好,说实在话, 对药没有信心,这一生没有信心。 那么对于佛当然更没有信心了。 这个信心是个关键的。 佛家常讲,一切法从心相深。 这个道理很深。 它确实是实施的。